HELLO 各位Mobile01的網友們大家好 請問現在我的收音OK嗎? 如果大家現在正在收看直播的話 再麻煩回報一下 就是現在的收音正不正常 OK?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開始進行直播了 OK嗎?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來到這邊 其實如果上禮拜有收看我們直播的網友們 應該會比較熟悉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時候 我們有進行了一項測試 就是說現在有許多的國內販售的SUV 它都有搭載所謂的主動的一個煞車系統 那它這個煞車系統 它這個主動系統的用途就在於說 可以避免駕駛人在分心的時候 將這個傷害減少 就降到最低 它就是說可以在駕駛人分心 你在沒有再意識到前方的狀況的時候 車輛會主動幫你煞停 這個就是它這個主動煞車系統的主要用途 那不過上次呢 最終的測試結果之後 就是當時我們在測試庫嘎的時候 發覺說它的作動好像不如我們預期的發生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今天其實我們就是同樣找來庫嘎 然後我們也請來就是福特原廠負責庫嘎的 負責產品的Kinsley 然後待會我們也會先請Kinsley稍微介紹 庫嘎它有哪些主動安全防護的一些系統 還有它的作動方式 然後等到全部我們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是接著再來再實測一次 然後給大家知道說 庫嘎它的主動安全防護系統的作動方式是什麼 好 那麼Kinsley我們想先問你一個問題就是說 關於福特庫嘎它的 就是關於主動安全防護 共有哪些就是哪些配備這樣子 其實庫嘎的主動安全防護蠻多項的 那我們先從就是全車系標配的開始 那全車系標配的當然 循跡防滑控制系統 那這目前可能大部分車子都已經有標配 但是福特在針對修旅車車系部分 那其實有另外再配備了我們叫Advanced Track 所以它是一個更高階的一個循跡防滑 所以它除了整合了循跡防滑 然後還有Trashing Control 然後之後還有扭力分配之外呢 其實我們針對這個彎道 我們有一個彎道輔助控制系統 所以在車子進入彎道如果這個車速過快的時候 它會自動的去幫忙減速 那另外就是修旅車的這個車子的重心都比較高 所以我們系統還會偵測這個車子的左右的這個擺幅 對 然後去這個一樣是這個做到這個防止 我們叫這個防翻滾的系統 對所以這個是在福特的這個修旅車系 其實都有標配的 那另外在比較高階的部分 比較先進的這些主動安全配備的話 包括像是剛剛有講到的這個我們講的ACS 就是這個自動煞停 那另外在高速的部分有這個ACC主動的這個跟車系統 那另外還有這個一樣是高速65公里以上會坐動的這個車道維持 對所以這是一系列其實這是KUGA都有的這些主動安全配備 OK 就是剛才我再幫各位整理一下 就是說現在收看網友要注意聽 因為待會我們會進行 最後面我們會進行一個有獎真答 因為福特他們也準備了一些原廠的小禮物 那我們待會進行有獎真答答對的朋友們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這個小禮物 那這些答案呢 就在我們剛才訪談的一些內容裡面 所以各位要注意聽喔 就是剛才包含說 KUGA的主動安全配備就是包含了 比較先進的這個循跡防滾系統 然後它還包含了就是 剛剛說的彎道控制嘛 對還有就是防翻 覆嘛還防翻滾 防翻滾系統 對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提到就是這個ACC ACS的主動煞車系統 還有就是ACC的這個自動循環跟車系統這些東西 好那剛才提到這個ACS系統 那它的作動方式還有它的作動範圍 是怎麼樣的 目前我們搭配在這個新的KUGA的ACS系統 它主要偵測是以前方這一個 所以它有一個這個萊達的這個光學的鏡頭 所以它會去偵測跟前方的車距 那大約作動的距離會是在10公尺 所以它會去偵測本車跟前車大概10公尺左右的距離 那如果這個這中間的車距有這個不正常的 或是就是太靠近的時候 那系統會主動去偵測說是否有危險發生碰撞 那如果說到最後面真的快要發生碰撞的時候 車子最終會介入這個煞車系統去把它煞停 那之前前一代的話我們作動的這個速域是5到30 但這一代的話有增進到50公里以下 對都可以去做這個煞停的東西 所以就是我們通常在市區 通常市區行駛大概都是50公里以下 對所以就是這個50公里以下範圍 它就可以就是去進行作動這樣子 OK 好 那麼就剛才有提到這個ACC的部分 那它這個ACC作動的原理跟它作動條件是怎麼樣 ACC的部分也是靠著 是在靠這個我們車牌下面有另外一個 這個偵測的雷達系統 對那它的部分是在時速30公里以上 我們可以開啟這個定速 對那有標配ACC的話 它會可以這個去設定我們跟前車之間的距離 所以有幾個成立 分成大概總共有5個的距離 所以看你要跟近一點或是跟遠一點 對那在達到我們這個巡航的車速 譬如說我們定80 那它最高就會是在80 但前車如果說它減速了 那我們就會根據我們所設的這個車距 去做這個適當的減速 對那至於前車如果說停下來了 那我們的車子如果是在這個低於時速20公里以下 這個ACC系統是會結束 但車子還是會幫你殺到停 OK 好 那麼這樣看起來 ACC系統也是 對於說常常開高速公路的人 應該也是幫助蠻大的這樣子 對ACC主動 主要就是可以減輕這個 車主在這個高速巡航 長時間巡航的時候的這個 開車比較輕鬆 OK 對 然後就是因為最近我在看我們討論區裡面 蠻多網友在關心就是所謂的這個車體安全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車身結構啊 還有它的這些剛性這些 那對於說庫嘎這台車來講 它針對這個車體剛性有做進行哪些比較強化的部分呢 OK 以庫嘎來講我們整個車體結構其實是有做這個三階段的布局 第一個是車頭的部分 它可能是用一些這個 可能是比較軟的材質 它因為它在碰撞的時候 它第一階段會去吸收 然後會去分散這個衝撞的力道 那越靠近這個所謂我們的車式的結構的車體的時候 它的這個用的鋼材的強度會越來越強 對 那甚至在這個AB柱 所以會發現上方的AB柱跟車門的這個防撞鋼梁的話 我們是用上這個比較高階的棚鋼 那棚鋼的好處是它的這個抗取性、韌性都非常的強 那另外其實它的重量也比較輕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AB柱在車體的上方 它用上棚鋼的話 它整個這個車體結構會是上面比較輕 那下面比較重 所以它整個車子的穩定性會更好 然後它整個操控性也會更好 所以其實操控跟安全其實常常會是連在一起 所以它整個其實整個車體是經過這個精密的計算跟佈局 是 OK 好,那就是關於說 KUGA的一些 就是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安全的部分 剛才我們也請福特原廠負責KUGA產品的KINSLY也稍微介紹一下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 剛才提到的ACS主動煞車系統的實測的測試 好,那我們就是謝謝KINSLY 好,那我們也請我們攝影就是先到車內來 我們等一下接著進行測試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著就是要來進行實測的測試 那關於上次呢 其實我們就是一樣在這個場地 然後我們進行的就是包含CR-V、KUGA、Outlander跟CX-5 這四台車的這個主動煞車系統的測試 那上次其實測試的過程中 那當時除了KUGA以外 其他三台車就是有發出警示聲 然後接著主動煞車系統就作動了 那上次為什麼KUGA沒辦法就是完成測試呢 其實後來我們跟福特原廠就是討論過 那中六的原因就是說 它其實它的煞車距離是非常近的 它這個主動煞車煞停距離是非常近的 然後而且再加上說一點就是說 它在煞停之前它並不會發出警示聲 而是說它在完全煞停之後 這個儀表板才會出現一個這個AGS系統 啟動的這個畫面 所以說呢 當這個狀態下我們不是在分線的狀態下 其實人的反應就是會主動 就是你反應就是去踩下煞車 因為其他三台車它的煞停距離大概就是那樣子 你大概已經有個心裡有個底 大概它的距離是這樣 可是KUGA如果說接近前車 已經超過那個人反應的範圍 那我們當時也是為了避免撞擊前車 所以我們就是先踩它煞停來說 不過呢我們剛才之前我們已經也做了好幾次的測試 它都可以就是作動 那我們接著就是開始來測試看看吧 好 來我們來試試看 等我一下 綁個安全帶 雖然它會作動 可是安全帶也是很重要的 好 好 然後呢還有就是說它在要啟動這個裝置的話 除了說剛才我們提到時速50公里以下 那你其實它也會真的說你的對於說油門的控制 包含說你是滑行過去呢 還是說你有先踩油門再滑行過去呢 這個其實就是也會影響到它的作動的結果 好那我們現在來第一次試試看 好 那我現在我故意把座椅調的後面一點 然後等一下在接近前車的時候我就是踩煞車的腳 上次有一些網友說沒有拍到腳 我沒辦法證明說我們腳沒有在煞車踏板上 好我們這次我們會先特別拍到腳的部分 我也會把腳抬起來然後證明說我沒有踩煞車 好我們現在試試看吧 好我要攪起來了 好 好OK現在煞停煞住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有一個 都會安全系統的這個 這個啟動的這個 好 好現在是那個那個自動啟幣系統 引擎啟動啟幣系統的 好 我把它關掉 好 就是剛才那一次有這樣的作動 那我們現在第二次我們請我們攝影在車外 拍一下它的這個作動過程 還有就是它距離前車煞停的距離有剩多少 好那我們請我們攝影在車外拍再拍一次好了 好 等一下別忘了我們最後還有有獎針打喔 好 好現在應該還是可以聽到我的聲音 因為我們用無線麥克風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攝影再拍一次 好 來囉 好現在來了 好現在腳不要放在煞車踏板上 好 好現在可以看到它的煞停的距離是多少 好我現在下車來看看一下 好我現在把這個車子 好 OK 可以看到它這個煞停距離就是 的確的確都比其他品牌的就是SVV商量測試 它的距離都還要再更短 其實剛才我們在直播之前我們有先 先測試了幾次 然後其實甚至還有出現就是幾乎是前保桿已經貼在那個後車的保桿 就是幾乎已經貼近 從車內看好像是已經撞去這種距離 所以說這個系統呢 其實 其實說真的我們沒辦法說完全開車完全依靠就是這個所謂的這種科技配備 你還是說要一直去專注前方的車礦 那我們像這樣的配備呢 其實就是說 它可以降低在如果說發生事故的機率 或是發生事故之後的傷害 然後這樣的話 這個系統就是它最主要的用意 好 那我們請我們攝影再回到車上 因為怕外面我們現在海邊海風有點大 那我們接著就是進行這個優獎偵達的部分 好 好 剛才就是測試了兩次 應該 應該不會有網友在想看吧 還是說 如果有人想要 來體驗看看的話 最好是不要 還是不要體驗到這個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 車子 開車安全還是非常重要的 不好意思 我現在先看一下我們的直播 好 我要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接著就是接著進行三個有獎問答的部分 有獎問答的答案其實剛才就是在我跟Kingsley 福特原廠人員我們的對談之中 好 第一個問題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在進行的這個ACS主動煞停系統 它的作動範圍的時速是幾公里以下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那 來 有沒有 有沒有人回答 ACS系統 這個 它的作動的條件是時速多少以下 來 第一個回答對的 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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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一位黃先生 欸 你是不是上次Forester也有回答過啊 欸 不是Forester 那個LeVogue是不是你也有回答過 看起來你的名字有點面熟 好 沒關係 我們沒有限制說上次參加過有獎針達的也可以參加 好 那 我們恭喜第一位回答這個JRUN 君黃 黃先生就對了 好 不知道黃先生還是黃小姐 恭喜你就是得到我們福特的原廠的精品 那等一下也麻煩就是 將你的就是聯絡方式 郵寄地址 真實姓名電話等 這些用私訊的方式傳到我們粉絲團的私訊的信像 好 好 那第二個問題 喔 不好意思 那下次你有再回來回答問題的話我就記得了 好 君黃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提到這個ACC系統的部分 福特庫卡它的ACC系統呢 它是時速多少以上可以使用 時速多少以上 它的ACC系統是時速多少使用 好 這個ACC系統其實 因為我們經常試過還蠻多的車 ACC系統 其實真的用過以後很難再回去 尤其是那種開高速公路 它真的相當方便 不過 如果這台車是一台就是讓你很喜歡的車 你應該會一直享受那種柴油門的感覺 好 好 剛才我有看到 Roy Mate Roy Mate Roy 恭喜你答對我們的第二題 就是 KUGA的ACC系統 就是在時速30以上 可以作動 好 那第三個問題呢 這個就 答案不再是數字喔 不像是剛才50或30那麼容易 好 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就是福特庫卡 它的關於這個車體結構的部分 剛才就是我們福特原廠的人員 也有提到說 它的這個KUGA A柱B柱這些 它是採用什麼材質來製造 所以說它有抗扭性高 然後而且又有輕量化這個特性 來 有沒有人回答對呢 好 彭鋼 恭喜這個王先生 Howard Wang 好 就是福特庫卡的這個AB柱 就是使用這個彭鋼 它就是具有這個抗扭性強 然後輕量化的這個特性 所以它除了說高鋼性以外 你在操控的感覺就是也會覺得特別輕快 好 對 謝謝這個葉碩修 有補充說明 車門內也有彭鋼 對 那這個關於KUGA 如果想要再多進一步了解的話 那也可以各位參考我們就是過往的試駕文章 好 好 那謝謝各位今天收看我們的直播 那今天就是這個KUGA 它順利的完成這個主動煞停這個測試 包含像上次我們的CR-V五代 然後Outlander 還有CX-5 這四台車 對於這個主動安全 其實各自用不同的原理來作動這個主動煞車系統 可是最後的結果就是它都可以完全順利的去通過 那對於說這個用這個實測測試 其實也是業界所聞 業界少 應該是沒有 第一次有人這樣做這樣的嘗試 不過呢 也希望說大家就是開車在外也是多多注意 好 小心安全 好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回見